今天我们最终的宝洁 海魁台风就像一个九命怪猫一样 它不是一个墙台 而且它经过我们中央山脉的时候 它已经受到了破坏 可是没有想到 它就像设定了很多的分林体 而它每一个分林体所到之处 都降下当地最大的雨量 它明明已经变成了一个热带地气下 可是没有想到 它到了香港的时候 香港发出了黑色警告 黑色风暴之后 香港降下有史以来最大的雨量 甚至香港很多的地铁 香港很多的大楼 全部淹没在水中 而我们台湾 台湾这两天根本无风无雨 台湾这两天 你感受不到台风的危险 可是没有想到 当这个海魁台风的分林体 到我们台湾 云霞南上空的时候 特别是这张画面 这张画面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以为说是枯手的 以为这张照片是P图的 是开玩笑的 不 当事人讲这是真的 这真的是它的家 而现在的水盐 已经超过了150公分以上 它的家几乎要被淹没了 你可以想象 现在我们讲在整个北台湾 等于说是天朗气清 可是在我们的云霞南 竟然降下了 有史以来的最大雨量 而更可怕的是 现在这个海魁台风 还没有上山去 它还没有离开 现在到哪里 它另外一个分林体 跑到了广西 现在也对广西广东 造成了严重的灾害 好 我们今天请到 两边来帮首位的财经专家 黄瘟宋 您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电视报 周长 吴总监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上周的总组委员国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政问题的林一峰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 政论家林一飞 大家好 好 第六位 我们要特别介绍 民党的台北市员王世坚 大家晚安 好 走 这个海魁台风也太可怕了吧 上里边我们来讲说 他到了香港之后 居然让香港发出了黑色情报 而且刚刚讲到 香港的排水设施 其实做得很好 而且香港这几年 台湾还做什么 地下宫殿 没有讲到一个黑色的风暴 将香港全部都淹了 地铁也淹了 大楼也淹了 那居然可怕是不是 你的家乡 嘉义 这两天 云林 嘉义台南 全部变成了水乡哲国 而且你说是嘉义人 没有错 昨天嘉义东区 一口气降了 快要300多公里的雨量 我问家人 我家人真的是说 没有看过那样子的雨量 真的是用倒的一个情形 你这样没看过 对 然后整个傍晚 或者整个晚上的时候 雷声大舟 一直不断地伴随地打雷 所以你知道 这真的是个雷雨 包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这个样子 他都一直雷 一直打雷 刚刚刚刚 这个画面很讲说 他没有缩时 对 他不是做效果的 你如果现在在嘉义 你看到了天空 你所处的环境 就这样子 雷雨不断 雷声一个接着一个 没有见 对 没错 昨天傍晚到晚上 真的是这样 嘉义真的是一直雷 我妹都说他在家里面 我看吓死了 那这到底是什么 造成这样的 结果原来他是 海魁的分灵体 保杰你知道 这个海魁的前世金生 海魁还在 海魁的前世金生 真的对两岸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他的前世龙王呢 让中国大陆 真的是完全受不了 把他出名 就他这一次的海魁呢 保杰你知道 他是四年来 第一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在台东的时候 风强宇宙 但想说 对台湾就应该 没有太大的影响嘛 就因为他跑到中国之后 保杰 他所在只是 打破当地的雨量 第一个香港 香港这几天我们讲 黑色暴雨 几个小时之间 从黄色红色到黑色 就来不及到 139年以来的 最大的这个雨量 深圳也是一样 从1952年 有记录以来的 最大的历史的极端值 另外包括说像 这个福州 打破龙王的记录 所以他的这一生 更是厉害 那你想说他已经玩 福建广东都受到影响 对那你想说 他登陆之后结束了 没有 他的回马枪 回灵体 就来到我们的嘉云南的这个上空座 造成了昨天下午到傍晚的这个大暴雨 你看我们嘉义 其实嘉义市算是比较高 就没想到还是照样 造成这个大淹水的这个状况 你说嘉义市的地势相对比较高 对 没错 一样大淹水 一样大淹水 那你可不可以讲 他现在另外一个分零体 跑到什么 广西去 我看这个画片 我看这个画片 我刚刚看这个画片吓死了 对 我们通常都看到那个灾难的时候 那个是一般的其他的国家 你的道路变成河流 对 就这个道路变成河流居然在台湾发生了 对 而且他的分零体又跑到广西去 先听说又要降下广西 有史的最大雨量 所以这样 在翻开所有的这个台风时代 大概也没有一个台风向 这不是河 对 这是82岛 82线道 82线道 你就知道事实上没有一个台风 像海龟这样子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昨天真的 这个下的雨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你就 你要仔细看 你看 这个降雨比较多了 陆鸟在台南实在 就是嘉义市东区 有没有 我就住在东区 339 嘉义啦 然后嘉义县市 降了非常多了 这个雨量 降了非常多 你知道 所以你是嘉义东区人 对 那你看到这张照片 真的完全傻 因为我以前常常坐嘉义的火车站 就嘉义火车站 铁轨已经完全被埋没在水里面了 你看这个暴雨 下成这个样子 这个如果草食或预估来说 至少应该有到我的这个 小腿肚 大腿肚的这个地方 这样的声 完全都被泡在水里面 照理讲 你铁轨或是你的铁路车站的地方 都在高地 对 高地淹水 对 我刚刚看了 看半天 轨道呢 对 轨道都被水淹了 对 那整个嘉义市区来说 都完全都是淹水的这个状况 那地下室 完全水都是灌进去 这个我们过去 在中国看到的画面 可能没想到也在台湾看到 另外一个 这是一样 我们在这段时间 刚好是七月的时候 我们嘉义县市 很多地方在板倒 那为什么 因为吃青鬼 结果没想到 你看 这个水淹过去 那真的 人家就说真的是流水溪 这是你们的吃青鬼 对 没错 那你看大水真的就从旁边流过去 你要说这就是标准的流水溪的状况 这连北港也是一样 北港也不是只有这个嘉义市 连这个云里的北港也都遭遇到这样大的状况 当然最严重的就是台八十二线 台八十二线为什么会淹成这样 因为它的地势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它约摸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在靠近这个中正这个地方 它算是水上这个地 水上往南这边 就没想到你看 这完全你看 人家就说他开车的时候 你看几乎已经淹到 他整个轮胎都淹下去了 那你这是附近的民众 已经这个几乎都淹在水里面的一个状况 就没想到因为有一对 有一对夫妻呢 他们可能就是出去卖东西 就没想到 因为水太湍急 他们可能来不及跑掉之后 他们就不幸在淹在这个水里面的状况 而且这个可怕是 它真的在云嘉南 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了 它不是只有嘉义 台南也是一样 台南有一个榫子工厂 这个地方也是 淹的约末是半 约末是50公分 那就很多人被困住了一个状况 那你看 景潮还出动这个 这个救生体去救 那当然还有什么 还有比较山区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地址 祖祭这个地方 因为祖祭那个地方爆发这个吐司 从山上 山上大概都下200 两三百公里左右的这个雨量下来之后 在祖祭这个地方 有一户人家 他们这个已经亲人过世 那原本要出病 就没想到杵石有从他们后方向冲下 冲下来之后你看 这整个掩埋的这个状况你看 整个道路几乎都掩埋住了 那整个山 你看那房子在这边 房子几乎完全被盖住 房子被盖掉了 几乎被盖住 这只在一个屋顶了 对那你看 我们后来就只能出动怪手 去把它挖出来 那么算 那这旁边还有非常多大石头都留下 你看这就是他们房子的这个痕迹 你就知道这个雨 这个雨真的下得相当相当多啊 下得相当多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约莫这附近有十多户名载 完全都拜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这一次真的雨量下得多夸张 宝吉我跟他讲一个数字 在约莫在今年六月左右的时间点 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增温水库亚洲东南亚最大的水库 他当时只有剩下6.5% 就知道这几天这样灌下之后 你知道他居然快要满了 而且他还被迫泄洪 对 你知道他事实上 就是已经买到这种程度 从6.5% 他最近也没有下 这个海葵的分岭体一进来之后 你看在这个地方 居然马上就瞬间把它灌满到这种程度 你看原本是这样 都已经干壳见底了这个状况 现在已经变成是这样子 我是个草包 我是天龙国人 我还一直以为说 翡翠水库是最大水库 不 曾文才是最大的 东南亚最大水库 你看马上几个小时之内 几乎把它完全灌饱了 这种状况 你就知道事实上 这是一个相当夸张 而且中南部现在所有的水库 像嘉义的什么蓝潭 仁义潭 全部都保了 那事实上这当然会带来一个效应 什么效应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刚好这个登革热在爆发 就登革热爆发之后 保姊 现在会遇到这个水 又在这个地方肆虐之后 之后蚊虫可能又会再度滋生 难怪书一人特别跑出来警告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在这个极端气候之下 不是只有天 不是只有这种水 暴雨啦 这些我们要注意 事实上因为雨下过之后 蚊虫滋生 登革热我们也要格外留意 好 玉逢 刚刚讲的是 这里都给大家想象 海灰台风真的像一个九命乖猫一样 像一个不死鸟一样 刚刚讲 他真的很怪 本来以为说他要走到日本 就没有说要走到台湾北部 或者西北台 就没有说他会走宜兰 没有说要走花莲 结果从台东登陆 台东登陆以后 当然对台东绿岛 蓝雨造成很大的灾 结果到了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 对福州造成很大的影响之外 没有想到 他已经变成热带地霞 热带地霞之后 他对香港居然变成了黑色暴雨 黑色暴雨之后 我刚讲香港真是惨到爆 地铁也被淹了 哪里全部都被淹了 他们讲都没有这么惨过 好 这个惨不过 他到现在还活着 他现在跑到哪里 他现在跑到广西去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 通常你这个台风 你经过我们的护国神山 经过这个中央山脉之后 你就应该消失了吧 应该混飞破晒了吧 对不对 结果他过去之后 确实他的台风也不见 他的结构体不见了 可是他这些分灵体 跑到旁边之后 在这个海面上面 因为最近因为温度比较高 所以他竟然在海面上面 继续吸收这个能量 好 这个就是他的缩时 这个就是经过了台湾的这个上空 经过我们的中央山脉 你看没有 他经过中央山脉之后 事实上稍稍有被破坏哦 他基本上有被打散哦 那想说 你经过我们的护国神山 你被打散了 你的威力应该减弱吧 不 他开始分散了 他变成好像那个佛蒂摩 有很多的分灵体 然后呢 他的分灵体不管到哪里 都造成了一个重大灾害了 最可怕的就是说 他的结构被破坏之后呢 他变成分灵体 他这个分灵体呢 也在海面上面吸收了更多能量之后 到处跑 每个地方都受伤害非常的严重 那他的分灵体到了广西之后呢 带来很丰沛的雨量 而且呢 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想说 天啊 应该台风已经结束了吧 怎么会那么可怕 所以呢 他还在 对他还在 所以他带来这个丰沛的好远 大家都来不及逃啊 所以这个画面 其实他是道路已经变成这个水了 一瞬间呢 有非常多的人必须要去救灾 但是因为他受害的面积太大了 所以呢 根本来不及救 很多人都只能自己 跑到屋顶上面 或者是自己找到地方来 来等待救援 然后一个一个去找 根本就找不到 那除了广东跟广西外 香港这次受灾也非常的严重 你说香港我们今天看到的 他的水冲到了所谓的地点 很多的大楼 或者整个街道 全部都是水满违换 现在不止如此 连他们的豪宅区 竟然都出现了土石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香港最红的地方 半山 有钱人在香港 我就是要住半山 住半山还有第一面的一个海景 可是大家注意看一件事情 就是画面上这个地方 已经出现土石流了 那这个土石流是20公尺乘20公尺 直接垮了下来 为什么会 所以这个香港最取钱的地方 这个地方最可怕的地方是说 它是一栋连着一栋的 它虽然是独立的一个拓电缩 可是呢 它旁边是大家紧靠得非常紧的 它下面的地址已经不见了 它只是因为它是长条形的 所以它前面还吃到这个土的一个基石 后面呢已经是整个都已经掏空了 那这房子谁敢住啊 对啊 这个东西如果再雨再下下来 那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连续的暴雨 它破了139年的记录 而且呢 它们从这个橘色警报 红色警报到蓝色警报 它黑色警报 它黑色警报最严重的 竟然超过八个小时 将近九个小时 所以一路的下雨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来讲 连半山的这个豪宅区都可能受伤 这个地方 香港这一次刚刚讲的 这个海盔台风 它只是一个热带地气啊 它现在在香港降的食雨量 居然比我们巴巴风 在莫纳克的食雨量还来得高 对 在过去来讲的话 几乎很少到黑色警报 那么黑色警报有 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因为红色警报 一个小时就会成灾了 那大家想想看 你黑色警报将近了八个九 超过八个小时到九个小时 这对香港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伤的 然后呢 它另外一个分离 你到了福州去 那这个地方呢 是他们的地下停车场 地下停车场几乎全灭 但是呢 有一个人就告诉大家说 我早就知道 这个分离艇很厉害了 他把他自己的poche 包起来了 他说整个停车场 全部都炸锅了 结果我没事 他还分析了这个东西 他要怎么用 因为他之前 有被杀过一次 所以他就告诉大家说 你不管停哪里都没有用 你从哪里买这么大的一个塑料袋 你的塑料袋居然大到 可以把你的poche整个也包起来 对 因为他上次 淹了也是一台poche 他真的是非常厉害 他说这个塑料袋 不能去用买的 你去包磨垫 汽车不是可以贴磨吗 你去包磨垫 贴磨的地方 把它粘起来 粘起来之后呢 先两个人 像保洁哥一样你跟我一人拉一边 然后呢让车子开进去之后呢 再用包磨的方式 把它全部给包磨 包好了之后呢 再加热 然后最后把它打死结 很多人在笑他 很多人想说 哎哟这个台风已经没有了啦 在台湾都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 而且被装上三面给打散掉了 他把它弄好之后呢 放在停车场 他告诉大家 他教的告诉大家 只有我们这一台 没有被淹倒 他真的没有事 对真的没事 其他的全部被淹倒 这就是这个 其他的车子就像这样子 整个水淹整个地下室 水淹地下室 每一台车子都变成泡水车 就最后 就这台没事 他就说当初大家笑我的人 现在所有都来问我说 到底要怎么样 把自己的车子包起来 因为只有他没被淹到 好 果然 刚刚讲的 巴菲特是古神 巴菲特是非常懂得精算 而且他懂得等待时机 可是他有一个算不了 他有一个是老天爷算不了 这次刚刚讲的 这次佛州的水灾 他居然是重大的受灾户 因为他要赔很多钱 对 现在的极端气候 要么台风是世界上最大的 要么雨又下了创记录 要么就热死人又创了记录 而巴菲特这次遇到的是什么 佛罗里达创下了百年以来 最强的台风 就那个意大利亚 所以整个佛罗里达州 你看到要么不是淹在水里 要么房子就被树压倒了 或者是往前倒了 车子还被吹上来 结果统计一下 整个佛罗里达州 一路这个伊达亚的台风 从佛罗里达州 一路吹到乔治亚州 在吹到南卡州 总共损失超过200亿美金 200亿美金 那这200亿美金谁来赔 当然是保险公司跟 债保公司来赔 结果巴菲特因为 过去前两年 他保险赔了大钱 去年赚了十几亿美金 所以就加大在保险的投资 他是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之一 也是债保公司之一 所以他扩大了所谓的保险投资 结果现在 华小街投资圈一算 这一次风灾 他恐怕要赔 150亿美金 4000多亿台币 所以4776亿区这样没了 对 等于是最大的 台风下的受灾负 因为他没有想过 台风济南 动不动就创纪录 要嘛下雨量创纪录 所以瑞士债保公司也去算 我们看香港这么严重 今年以来上半年 平均赔了钱 是过去十年的一倍以上 今年上半年 已经赔了500亿美金 如果去年同期 整年也不够赔了 480亿美金 所以整个一年下来 可能要赔1000亿美金 所以巴菲特 150亿美金 还不算很多 所以你们跑商业知道说 现在灾难的损失 又这么可怕 因为台风 要嘛很强 要嘛就创纪录 像这又有个 李飓风 一样可能又是 五级的台风 又可能创下百年台风 以前是百年一次 现在是年年都会出现 所以你说 现在在大西洋上面 又有一个飓风 而这个飓风是五级飓风 叫做李 对 百年一次的飓风 现在动不动就 年年都会出现 香港这次下雨 一样是100年 139年的纪录 一小时下了150毫米 莫拉克台风 也不过下 135毫米 一下子又年年出现 所谓的超大降雨的现象 那更严重的 还更可怕的是什么 下水道系统 竟然比过去还要糟 像这一次中国大陆 一进杜苏瑞台风 苏拉台风 再来是海葵台风 非常的严重 整个损失接近2000亿台币 结果北京现在才发现 它的下水道系统 竟然是前苏联时代 帮它建的 前苏联 对 它不是要做海绵城市吗 2013年习近平都要说 要做海绵城市 结果到现在没有做 人民日报在这一次 水灾之后 自己也承认一件事情 没有一流的下水道 就没有一流的城市 代表什么 整个北京市 没有一流的下水道 而且他们自己说 别看北京市是高楼大厦林立 地底下根本没有地下水道 所以 它说北京现在是高楼林立 所有最好最漂亮的房子 都在北京出现 可是你没有 那底下有什么 只有排水罐 建国初期的时候 1949年没有钱 只好把苏联的模式 照样搬到北京来 建了他自己的首都 结果因为苏联是地处高寒 他当然降雨量比不上中国 或比不上其他国家 所以他的降雨量 那应对是三十六毫米 这一次香港下了一百五十八 你看一比就知道 为什么会淹水 因为你的下水道太落后 根本跟不上时代 所以北京一年一次大淹水 非常的正常 所以他们还说 没有一流下水道 就没有一流城市 李克强还曾经讲过 城市的良心 就是城市的良心 就有良善的排水道 结果他其实在北京奥运的时候 他要花两千多余去告 可是中国就是没有盖 才会造成整个中国 到现在 他错失了时间了 对那时候一算 一千三百多公里的地下水道 要两千多余的民币 将近一兆台币 所以到现在整个中国 完全麻烦 又有两个下水道系统 引进到各城市 另外一个是 摩洛哥的画面 也把全世界给吓坏了 一个6.8级的一个地震 现在居然已经造成了 两千多人死亡了 没错 很少发生地震的摩洛哥 在最近发生这个地震 这地震规模大概是6.8左右 你可以要顺时间来说话 几乎是因为摩洛哥当地的建筑物 大部分都是木造的房屋 你看第一个时间点里面 房屋就瞬间倒塌 他们也很少建这个钢筋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看到 很多画面都是原本都坐着 不是站着 就没想到突然之间 就这个雷 就所谓好像哄雷声的这个巨响之后 很多房屋都完全倒塌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这些房子 真的都完全是 完全都是所谓的 石头盖的这个状况 瞬间之内你看 这很多建筑物都瞬间之内 都瓦解 你看很多东西都完全掉下来 然后这个互相挤压的状况 直接垮掉了 对就直接 你看上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掉落下来的这个状况 你可想而知 甚至因为这次地震 当地有非常多外国人 因为当地有一个马拉克什 这个观光城市 观光城市有非常多外国人 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第一个时间 都感受到那个地震 包括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的这个清真室 那个宣礼塔 上面的很多 很多这个砖瓦 都往这样掉下来 然后在整个路上 大家都在那边跑来跑去 大家都想要离开这个状况 而且他们显容说 这太可怕了 对 才十秒的时间 一切都没有了 对然后这是这个 在我们餐厅里面吃饭的这个情形 反正这个地震呢 大概约莫是十秒左右的这个情形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地震 那摩洛哥他其实在这个 欧洲板块跟 非洲板块跟欧亚板块的这个交界处 事实上这个发生的这个地方是在 马拉克什是很多 外国人会去的地方 他就在阿特拉斯山脉 这附近的这个山脉 发生这个地震 那因为呢 在摩洛哥的房子 你看大部分都是这种 所谓石头罩的 所以石头罩 而且他们通常都不高 所以那一阵足 一阵下去之后 你看整个房子 均裂 然后就完全变形 倒塌下来的一个状况 甚至很多这个砖瓦都压下来 他会直接就压在这个路边停房的 这个车辆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你看这路边的车 完全都被这个砖瓦 这个挤成这个样子 那这是相关的后续 你看他们整个这原本是他们的街道 那街道之后因为房子倒塌 倒塌下来之后就是一个人 你看他只能够走在 这个好像已经是小山坡的 这个路上的这个情形 目前为止整个 这个甚至连CNN的记者 都在当地去 保健那他们 他们现在救援难处在什么地方 现在其实不是大城市 重点是在很多的 很多的山区里面 都会有非常多 而且他们一进去的时候 都已经闻到阵阵的丝臭味 都非常非常重 这个死亡人数 虽然说现在是2122个人 但是大家都认为说 死亡人数恐怕还会再增加 那比较难过是什么 因为这个马拉克什 很多外国人去观光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 这个算是 这个早年的 罗马的这个建筑 甚至很多的 这是回教徒的这个建筑 像这个地方 这是他们这个 这个12世纪盖的一个宣礼塔 这是before 那这一次没想到定征之后 就没了 就完全就整个上面的 这个宣礼塔 几乎是完全毁坏了一个状况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清真寺 这是这个丁梅尔的清真寺 这是before after你可以看到 几乎是完全都毁掉了一个状况 好 当然的 有天灾 也有人祸 这两天在台北市 大家觉得最不可思议是 就在大使 旁边的基带建设 你在盖房子 你怎么可能把旁边的房子 给弄垮 而且就在我们眼前 就像一个骨骸一样 就像一个整个垮了下来 现在很清楚了 基带建设你的连续病 一定会出了问题 第二个就是 王世坚当时就有讲 那把你的监测资料拿出来 因为世坚是我认识的 他是营造大厂商 他很清楚这个营造的过程 你这么大的工程 你一定有监测 一开始说没有了 我们都已经掉光了 现在传出来说 他在四十多天前 就知道不对劲了 对 我们在看这个建商 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说 竟然会把零损 到这整个房子 在我们面前 像这个霍尔城堡样 砰 给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 你叫建商 你把这个监测报告 给他出来 他竟然说 没有啊 在工地掉了 都没了 你监测报告 怎么可能会在工地里面 弄下去呢 但是呢 现在你把它还原之后呢 他大概是什么时候 就出现这个监测的异常了 四十四天前 他四十四天前 就有监测异常的一个报告出来 可是呢 这四十四天前的监测异常报告 直接被他们给忽略 我们来看一个地方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一次整栋大楼 当下去的地方 然后呢 这有个监测点 叫SB2 他旁边每个地方都有监测点 你把这SB2往这个地方去找 SB2在这个地方 他的监测报告就已经出问题了 对 你正常的应该是 正负二十明里 但是呢 他已经超过二十七到五十六了 你在这边就有问题了 你的正负二十 你都已经到了五十八了 对 你在这个地方 都 这边二十七都有问题了 可是呢 有没有让他停工下来 他没有停工 他还是继续做下去 他有没有赶快说先暂停 先把旁边把它给扶正 或者是你要把这个东西 持续的灌浆下去 不是 如果你看到这个监测表 你看到监测表发现不对的时候 这个时候灌浆 你这时候补枪 对 都快来得起 你没有灌这些东西 你只是拿一个 拿一个什么的 把你像 涂那个鼻子一样 涂一涂就没事了 对 反正呢 他现在这个地方 有机会补救 但是他不打算补救 我们就要回头去看说 如果他不补救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现在不补救 就会发现说 他的灵损 整栋大楼给崩了下来 崩了下来之后呢 他竟然敢敢跳出来 说哎 我不知道 我把你盖好了 然后呢 记者问他说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你是加害人 你这样难道你要赚更多钱吗 他说哎 没有哦 有七成想要跟我一起合作哦 而且我们之前跟他讲的是 一瓶换0.7瓶 我现在给你一瓶换一瓶 他也想大赚钱 对 然后讲完之后就突然哭了 我们记者就想看到 觉得这是鳄鱼的眼泪 难道他想要说 靠着这一次的劣行劣迹 再大赚一笔 好 你在第一时间就讲 监测资料拿出来 因为我知道 以前是最营造商的老板 你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 就这个监测报告一出来以后 那个真的很严重吗 44天之前 本来政府只有20厘米 你跑到了58去了 宝贤 我是在上礼拜五 我用威胁式的跟他说 你一定要交出来 他说所有监测资料 在公务所 公务所承到地下去 我跟他说这些监测资料 在监测公司本身 以及起承监 起造的其他建设 承造人营造厂 监造的那个建筑师 一定有 大家都有 对 要留存 我说你不交出来 那就法院建 那前天晚上 夜黑风高之下 建管处真的提供给我 他提供给我 也只有单一一天 也就是7月26号的观察的 这个报告 我简单跟大家报告 这个观察的项目 八大项目里面 从中间隆起点 壁体清血管支撑 应变剂等等 到水位剂等等 这八大项里面 有五大项可以证实说 对 当时没开花 当时是连穴壁刚做好 正在养护期 可是里面另外最重要的三大项 地面的呈现点 还有建物呈现点 以及建物请协计 这三项里面 诚如刚才宝杰你讲的 我跟大家再报告一次 这个建物呈现点 这个建物呈现点 我就指SB2 建物呈现值27.7 宝杰 标准值 警戒值是16mm 行动值是20mm 它已经高达27.7 这个SB2的这一个点 刚好是 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 94项 一弄一号这一栋 这一栋是整个沉下去 沉到地下五米 那另外它这个建物请协点 TI6这一点 TI6这一点的数值 在坍塌前 这是坍塌前14天 已经高达479 另外的这五栋里面 TI3高达590秒 警戒值412秒 它高达590秒 TI2高达520秒 TI6 TI3 TI2都在这一次 受灾最严重的这个范围内 对 世界 你说以N1过去的经验 看着这个表 就要马上补救了吗 如果不补救真的会出大事吗 这个表看下来很简单 基态 你根本当时不应该开弯 已经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包括它自己工地 它自己工地也埋设了地面呈现点 地面呈现点从SM1到SM18 这当中最严重的这一点 SM11已经高达58.5 58.5mm 58.5mm 它的警戒值是16mm 行动值是20mm 抱歉 行动值是什么意思 警戒值就是说来到这个 你要警戒 你要赶快想出解决的办法 行动值超过警戒值 更超过行动值的意思就是说 马上要处理了 你不但不能动工 而且你要立刻有所行动 阻止损害继续发生 结果 那个基态建设无动于衷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 来阻止危害的发生 它反而还继续开挖 所以我八个事送给基态建设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叫做 唯利是图草菅人命 那你直接去告他了 对 因为昨天基态的董事长出面 他没有道歉 他说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让他糟蹋就对了 结果谢谢完三秒钟 他辞去董事长的身份 他还说他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今天去告他刑事罪 这个宝洁这个叫做 不确定故意的杀人未遂 我今天告他杀人未遂罪 那他讲说好啊 我来负责啊 我就把你 我们来盖何建 我们来盖都根 我来给你一瓶换一瓶 我很有诚意 宝洁 他这一位陈世民董事长 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可以 你到桃园监狱 你关进去来 你再去负最大责任吧 第二点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格 来跟所有受灾户来谈 差点没被你害死 你还好意思出来跟大家谈 如果说 大家没办法信任政府 公办都更的话 那很多名门正派的大建商 他们从来没出过疲漏 这些租户都可以找这些建商谈 所有建商都可以谈 就你积态最没有资格